今天早上好,欢迎来到小泽书法工作室,我是小泽 今天来给大家写的四个字是百花齐发 好,现在我们开始写第一个字,百字 百字的这一痕要长一点点,然后在中间撇下去 百字,第一个字呢,花字 花字呢,这里呢,是一个一体字 这一片呢,要高一点点,形成一个对比 果断一点,这一片,这一耐呢,也要果断一点 撇下去 收,花,一体字,可能很少人会见到这个字的写法 第三个字呢,棋字 棋字呢,棋字呢,棋字的话可能就很难看出来 这个字呢,我也是看得比较多一点 因为平时的时候,比较喜欢棋白石的话 所以呢,今天看,经常看到它落宽 看到这个棋字 所以,还是印象比较深的 中间这个位置 往下,提上来 棋字 最后一个字呢,放字 最后一个字呢,放字 就在这末端,这个点的位置 收笔,然后呢,贴出去 又往下,然后贴上来 稍微比较高一点的方向下笔收 收完之后呢 又在这个位置 又在这个位置 现在呢,会把这 收抹下去 这样呢 就,张立出来了 好的,今天这四格子呢,就写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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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